八十二年室的春冠台在晋南大學TOPX出班的時候接受到咖啡 比方後雖然說沒有做相關的行業 但是他對咖啡的愛一樣不減少 三年前的故鄉六甲開工很熟 逛途又不會咖啡做自己和他的事 這五年其實也累積了算相對蠻多的咖啡的知識跟技術 然後所以但是比較可惜的是我畢業後兩年 其實我到馬祖去工作 然後那時候是我的老師就是吳元彬老師 然後說你真的要放棄這些手邊的資源嗎 所以我才決定說好那我就回來兼著做 一開始只是想說兼著做做咖啡這樣 我們在2021年那一年就是開始正式的工作室對外開放 然後我們開始就是接受那種客製化的烘豆烘焙服務這樣 然後做著做著做到今年 然後我們也想說客群比較穩定了 所以正式開店來讓大家更能了解我們的咖啡這樣子 今年春冠台也在六甲來開店 在那時候希望讓在地鄉親喝到一口的豆 跟沖出來咖啡酒 現在去台頭過這間店 讓更多人來食材台灣喝一口的咖啡豆 這幾年開始其實我們跑各個產區的評鑑 然後我們又是評審 那我們又是杯測師 我們去喝 其實我發現台灣豆其實本質很好 而且根本就不輸給國外豆 那為什麼台灣人會覺得台灣豆都不好喝呢 對啊所以我覺得這不合理 所以我也很努力的在找說 到底是因為烘豆的不行 還是是因為生豆的不行 到底是這當中哪些資訊是不對稱的 造成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就開始回到產區去找所謂的好的咖啡 所以我就開始上東山去找所謂的好的咖啡豆 然後開始慢慢的跟這些農民認識 那這兩年我們也發現說 其實很多腦農很會種咖啡 但是他們並不會行銷 然後我們也希望說 可以透過我們一點點的力量 然後幫他們做一些曝光 全關台標時 不一樣三塊豆子有不一樣的處理方法 方便也沒有三天 未來它的結合到很多的交易支援 整個杯測手沖相關的客廳 讓民眾不是來喝咖啡 也更能學到技術 南天視頻的日子 來跟蔡芳報道